接下来这个案子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2012年8月12号 地点在黑龙江省一春市 8月12号这天 一春警方接到报警 说有人在一春当地一个废弃工厂附近 捡垃圾的时候 发现在水井里边有条人腿 你这是大案子 接警之后一春警方马上派侦察员赶到现场 很快下到井里边的计真人员 就确认了 这水里边漂浮真是一条人的大腿 在这个水里边泡的已经严重腐败了 最终警方从这口水井当中 打捞出了一具不全的尸体 初步确认这个尸体应该是在别处 被杀害之后 被运到此地抛尸在水井当中的 那么法医初步尸检发现 这个尸块表面都已经出现尸腊了 咱们在之前的奇谈当中 也曾经聊过尸腊这种现象 尸体表面结了一层跟蜡一样的这种分泌物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最少在一年以上 死者脚上穿那双女袜 左手无名指 戴着一枚银色戒指 可这戒指样式很普通 没有太多指向性 也不怎么时尚 法医这边尸检判断 死者是一名年纪在40岁左右的女性 可是你咱们这都尸体出现尸腊了 高度腐败了 而且呢也没有说太多能够辨认的随身衣物 此情况很难判断死者的身份 最要命的是什么呀 打捞出来这个尸体没脑袋 那要是咱们老听这个奇谈 我之前讲过多起碎尸案 这类案件确定尸源是最重要的 而且确定尸源这个人头啊 那必不可少 你没脑袋这怎么弄啊 这井里边没脑袋 那说这人头哪去了 被凶手扔到这个厂区的其他地方 还是说埋起来了 专组马上组织大批警力 就围绕发现这个尸块的废水井周边 展开了地毯式一寸一寸的搜查 这个废弃工厂啊 早就没人在这施工了 那么这很多厂房就全空着 所有空厂房到处找 持续多天的搜索 最后专组甚至动用了大型挖掘机 对有些可疑的地方啊 挖地三尺 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这死人脑袋不知哪去了 所以要想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你只能找别的招了 那么法医推断 既然说这名女死者啊 死亡时间在一年以上了 这遇害这么久 那这个家人啊 亲戚朋友的不可能毫无察觉吧 所以专案组决定 从排查当地跟周边地区 把这个失踪人员情况入手 寻找这具无名尸体的真实身份 一春警官当时接到的当地的失踪报案 并不算多 根据现有的资料 登记在册的失踪连当中 只有一位是失踪超过一年的40岁以上的女性 姓李 李某 失踪的时候41岁 家住在一春市金山屯区 原先是当地某小学的老师 后来呢 因为身体原因啊 离开学校了 之后 就很少跟亲戚朋友联系了 这个 报案的资料显示 2011年8月份 李某的哥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说妹妹失踪了 可报案的时候 李某的哥哥说啊 他妹妹已经失踪快两年了 你给我听了奇怪吧 失踪两年才来报案 这怎么回事 当时 这李某的哥哥给警方看了一条短信 这个短信是 失踪者李某在2009年光棍节当天 11月11号 发给李某嫂子的一条短信 短信说的什么 嫂子我走了 过几年再说 别告诉家人 我去哪 我也不知道 我恨自己 别给我打电话 打也不接 等我发了再说 从这个2009年光棍节当天 李某发了短信之后失踪了 就再也没跟哥哥嫂子联系我 那哥哥介绍这个李某呢 早已经结婚成家了 生孩子比较早 他失踪的时候 女儿都上大学了 那是什么原因 让他突然说离家出走 还给家人发这么个短信呢 那李某呢 还给嫂子发另一条短信 说自己对不起丈夫王某 这些年看谁都好 救他不行 对不起他 这字里行间的意思好像是 这李某怎么都对了 做了对不起自己丈夫的事了 按说如果李某啊 情感的婚姻方面发生了变故 他丈夫王某肯定是知情者呀 那么李某的哥哥也是多次问起王某 每次一问这王某的情绪非常激动 说你妹妹看不上我跟别人跑了 跟谁跑了我也不知道 我还想找他呢 他跑了之后我到处找找不到人 王某觉得媳妇肯定是跟别的男人私奔了 为什么私奔 瞧不上自己 闲子一穷 王某45岁 在当地一家工厂啊 当这个烧锅炉的临时工 收入很低 工作也不稳定 因为这烧锅炉 冬天扭活 夏天没活 王某认定了妻子 就是嫌弃自己赚钱少 没前途 瞧不上他 而且王某呢 说妻子啊 有出轨迹象 还说有一天凌晨 他在锅炉房上完夜班 骑车回家 快到家 他突然发现 自留一下自己这个院子里边 钻出一男子 鬼鬼祟祟 他刚开始吓一跳 马上骑车撵过去 这男子跑挺快 他没瞧清楚这男子长什么样 但是通过身形背影判断 肯定是个男子 当天夜里边 家里边就媳妇一人 这男子来干什么呀 进屋之后就问 媳妇是刚才家里是不是有人 怎么有个男的跑出去了 他说媳妇 反正也不告诉他这是谁 就问他说是不是贼 看媳妇那样应该不是贼 两口子为这个吵了很多次下 媳妇越不说 王某越觉得问题严重 所以李某离家出走之后 这李某的哥哥问王某 王某坚持认为 就是那男的 我媳妇肯定跟他私奔了 加上李某又给嫂子发短信 说对不起丈夫王某 所以李某的家里人觉得可能真是 说这两口子感情不好 这离家出走了 不想回来 知道吗 俩打离婚的吗 所以也都没在追究 就这样从2009年光棍节 李某离家开始 一晃就是两年 可是李某的哥哥一直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在这两年里 李某啊 不光没跟丈夫王某联系 没跟他们联系 自己女儿的情况一句都没问过 哎 你就说说这个夫妻两口子 说怎么打了 骂了的 这个是吧 拉破了脸 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了 那也不可能不跟孩子联系啊 这不是作为母亲一个正常的反应啊 所以两年之后 啊 这个哥哥才去报警 那么警方就把李某的登记在 失踪者的名册当中了 立案侦察 也派出人去搜寻过李某的踪迹 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找不到李某 也不知道说这人是 是出去上哪去了 还是说怎么着了 直到那具工厂废水井里的无名女士出现 死亡时间一年以上 年龄40岁上下 这些特征跟这个失踪者李某啊 还大体吻合 所以专案组马上找到李某的女儿 提取了DNA样本 通过跟无名女士的DNA一比对 正是 这废水井中的死者 正是三年前离家出走的李某 已经被人给杀害了 啊 脑袋都没了 尸体扔到废水井里 这个情况让警方意识到 李某啊 可能死了远不止一年 很可能三年前 他失踪之后 就已经遭遇杀害了 他这个尸体出现的废水井 离他们家不到五公里 凶手利用这片啊 荒无人烟的废弃场区 把害人的真相隐瞒了三年 这个凶手是怎么找到这个废工厂的呢 那口废水井 虽然说这个 这井挺大 位置特别隐蔽 很多附近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警方判断这个嫌疑人 以前没准在这个厂子干过活 为什么选这就是因为废弃 他觉得没人来 也就是说凶手既掌握了李某失踪当天的准确行踪 又熟悉这个厂区的内部环境 有没有嫌疑人 有 谁呀 李某的老公 王某 王某太熟悉这个工厂的环境了 当初这工厂还在运营的时候 王某在这也当过烧锅炉的临时工 在这烧了好几年锅炉 而且警方从李某的邻近那了解到 这两口的关系非常不好 闹离婚闹了很久了 到最后 这个李某下定决心到法院起诉坚决要离婚 对这老公彻底死了心了 一定要分开 这法院的卷宗显示 2009年11月1号小光棍节这天 李某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起诉书 起诉离婚的原因是夫妻感情破裂 王某对他家暴 起诉王某要求离婚 王某这人平常老是芭蕉的 你问他这个工厂的这些同事认识他的 这人平常不怎么说话 皮挺好的呀 不跟人吵架呀 起冲突啊 可是有邻居说这王某好喝大酒 有时候喝大了耍酒分 喝大了 反正他打老婆 这个家暴啊 应该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因素 另外 李某家里人说 确实李某啊 很难忍受王某这个极其不稳定的烧锅炉 临时工的工作 一年就冷天这几个月有活干 大部分时间就在家坐着 一分钱都不赚 所以王某说媳妇瞧不上他 这也是真的 而且女儿上大学 家里用钱的地方多呀 那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李某挣来的 后来李某因为这个身体原因离个学校 回到家 反正就两口子都不怎么挣钱了 情绪非常不好 老吵老打 那么李某的多次跟王某提出离婚 王某是坚决不同意 无奈之下09年11月1号 李某到金山屯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2009年光棍节当天上午11月11号 这个金山屯去法院啊 把这两口子都叫来当庭调解 当天在法庭上 李某跟法官说坚决要求离婚 没有商量 这王某拒不同意 结果两口子在法庭又吵起来了 后来法官的宣布终止当天的调解 择期开庭 谁也没想到就在当天下午 这李某突然离家出走 然后给嫂子发信息 说不要再联系了 发了再说 这警方觉得很蹊跷 这可不对啊 法院调解完了之后才能下判决呢 到底是判离是不离 总要有个结果嘛 这李某即便要离家出走 按常理 应该等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再走吧 周围的邻居包括朋友 包括家里人都跟警方证实 没有听说过李某之前 透露过任何离家出走的想法 反正邻居们说这个李某说过很多次 坚决不跟这王某过了 可也没有人了解到这个李某说之前 啊这个作风有什么问题 男女官上这块说是跟谁 有外遇 也没有反馈 警方据此猜测 2009年10月11号下午 这李某可能已经遇害了 他这所谓离家出走啊 应该是加害者制造出的假象 包括跟亲人告别这两条短信 有可能就是凶手发的 这凶手是谁 极有可能就是不愿意离婚的丈夫王某 那么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 李某失踪不久 王某就辞了这个锅炉房 临时工的工作 去了外地打工 在离个之前 王某还发布了卖房的信息 卖房的时候 这屋子里这些破宗赖心 全不要了 看得出来这王某以后 也不打算再回来了 这什么行为 这不就未遂潜逃吗 可是去了哪了 谁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 只能找王某的女儿 当时王某的女儿 在山东某医院实习 这闺女应该知道 他父亲的下落 为什么 这闺女当时实习工资很少 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他父亲会定期给他汇钱接击他 结果找这闺女一问 这个女儿非常不愿意 配合警方的调查 警方问他说 你爸爸在哪打工 我不知道 不经常联系 而对他母亲的遇害 这个女儿表现出来的是 不可思议的冷漠 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呢 侦察人推测 应该是受了他爸爸的影响 他母亲失踪之后 应该这个王某天天就和女儿说 哎呦 你妈呀 对不起 你跟别人跑了 有了野男人了 这么多年 他也不关心 你也不管你 是吧 咱们父女两个人 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他就没把咱们当回事 你天天说 天天说 所以女儿在不知真相之前 一直对母亲的出走 心怀恨意 这也不奇怪 可是既然王某经常给归女汇款 那就有记可查了 警方一查发现 最后一笔汇款来自哪 江苏长州 哎 派人到长州 根据蛛丝马迪 最后在长州某工厂传达室 一举抓获了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 王某一审就透露了 就是他干的 王某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妻子李某 他说案发当天他接到法院的船票 这个迟疑了很久 他不愿意去法院 但是又不能不去 他说虽然知道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了 但是他不想离婚 他觉得特别丢人 他离了婚肯定会被周围人笑话 所以他想无论如何 也要把两个人的婚姻维持下去 可是在法庭上这两口们又一会儿争吵 最后法官宣布择期再判 那么他离开法庭之后 他就想说不行 我这个是吧 我做点菜 我哄哄我媳妇 干嘛呀 别打了 行不行 买只鸡回家准备炖鸡 结果这李某回家 就骂他痴心妄想 说这肯定得跟他离婚 俩日汪汪汪又吵 吵着最后 急了 抡起刀框框就给砍了 把人砍了 愣静下来了 坏了 怎么办 已经死了 砍大动脉上了 血流入住啊 一琢磨不成 不能让别人发现 思前想后决定 设法隐瞒犯罪事实 从这媳妇包里边 拿出手机 就编这个词别短信 发给了媳妇的嫂子 然后这又编谣言 诬陷自己妻子 跟其他人 有外遇 出轨 所以说那妻子 私奔完全是他 自己造的舆论 三天之后的深夜 这个王某啊 把妻子的脑袋 跟这个身体 全都分尸完了之后 运出家门大半夜 来到曾经工作过 后来废弃的木板厂附近 翻墙进去 把这个尸块 扔的位置非常隐蔽 这废水井里 他觉得这地方 不可能有人来 自己这个所作所为 也没有留下痕迹 一辈子都不会被人知道 那儿成想 瞒了三年 最终 还是被发现了 警方就问他说 这个脑袋哪儿去了 脑袋脑袋 我扔河里了 哪条河 说这个什么什么地方的河 警方一听就不对的 这沿河两岸居民众多 你把脑袋扔河里 应该很容易被发现 他既然把尸块 选择扔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抛尸 他这个脑袋 应该会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 最终通过反复的交锋 王某交代 后来他半夜 把这个妻子的脑袋 带到了他工作的锅炉房 就埋在隔壁所废弃 不用这个板房的钢板下边了 这个时候距离王某杀人抛尸 已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这地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最终在王某的指引下 警方费尽周折 终于挖出了死者的头颅 经过DNA比对证实 就是被害人李某的头骨无疑 最终这个王某 因为犯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 死刑 不 Miriam 是不罪了 是不罪了 杀人 是不罪了 何这么罪 外胃口